有些片方邀请看了蓝甲虫的首映 这次座位依然不前不后不左不右 靠中间位置十分满意 DC蓝甲虫因演员工会罢工低调上映 目前烂番茄开分83%的新鲜指数 观众把米花还没出 IMDB为6.8 最严格的MateScript是60分 我的观感 蓝甲虫是一部你真的很喜欢DC和超音的话 可以去影院看看 影片没有可吐槽的点 因为影片偏儿童像的剧情 会让我觉得指出任何一个不符合逻辑的点去深究 都显得很没有意义 所以带着童行去轻松一下吧 一部爆米花娱乐片技巧那么多干嘛 影片不会给你丝毫的惊喜 即使你放低预期 影片就像蓝甲虫这角色一样 放在DC种超音大家庭里 确实就是不起眼的存在 蓝甲虫作为又一部 关于超音起源式故事结构的电影 高情商说呢 蓝甲虫让你重温百用不厌的 经典英雄成长模式剧情 而低情商说 你将会高明地预判影片每一场戏的走向 这剧情可以掏在任何一位超音 再来三千遍都不违和 影片预算是1.2亿美 除了反派实验者苏珊萨兰登 其他演员在都非知名的情况下 这成本算高了 那钱大部分就用在了打斗戏份上 最后决战看的挺爽的 有种日慢机甲对战的快感 幽默成分也挺多的 虽然get不到我 但观影时周围不少人哈哈大笑 PS片尾很快会有一个彩蛋 字幕出完还有一个废彩蛋 PBS 怕追到我别看高片不是啊